人民的名义张凯利 角色性格 复杂太烧脑 身份沉迷近日 反腐大剧人民的名义 正在热播中 该剧汇集张锋利 吴刚 张凯利等40多位戏 过集体标记 阵容豪华 而在这部男人戏当中 张凯利将高官夫人 吴慧芬演绎的恰的好处 而她又走在各个高官之间 给人一种神秘莫测的感觉 更引发网友们脑洞大开 纷纷猜测她会不会是最后的神秘大boss 张凯利首演高冷官太太 角色性格复杂太烧 脑虽然在剧中男性角色占绝对优势 但随着剧中几个主要女性角色的登场 都令她们成为全剧 不可缺少的点睛之笔 其中张凯利饰演的吴慧芬 不只是一个普通的高小历史系教授 还是省委副书记高玉良的妻子 是众人眼中的贤内主 在吴慧芬的身上 既没有露一颗的干脸 也不同于高小琴的妩媚 而是一种她独有的知性气质 但她在家里和高玉良说话 却总是九曲十八弯 暗藏玄机 这让步 少网友猜不透 纷纷留言 太烧脑了 她究竟是不是好人 她不会才是最后的打boss吧 在人民的名利中 张凯利一改以往跟女人对戏的戏录 这次是面对一帮汉子们 在谈及此次表演时 张凯利也表示难度确实很大 可能花一天的时间 都说不清这个角色的复杂 大家还是看剧吧 张凯利剧中身份成迷 曲折剧情也期待张凯利的首次亮相 就吸引了观众们的目光 不少观众们 在各大视频网站的谈目中 纷纷刷起了国民妈妈 这不是凯利妈妈妈 来表达自己的喜爱 可见多年来这位老戏骨戏分无数 而张凯利也出满感激 受到观众的认可 和喜爱是对演员最大的回馈 而作为一个演员 也是有演员的社会责任感 能够参与到这样的一部戏力 便对我来说非常有意义 根据已播出的剧情 张凯利饰演的吴惠芬 才刚露出冰山一角 在接下来的情节中 这位高冷官太太 也慢慢显露出了在其光鲜身份下 不为人知的哭闹 与各角色间的火花碰撞 也令观众和粉丝们 十分期待恋情曝光 李云迪夜会神秘女子 并一同回家过夜 李云迪与神秘女子近日 有星探拍到钢琴王子 李云迪夜会神秘女子 李云迪携该女子酒吧 与友人欢聚之后 一同回到家中 据了解 该女子当天从未离开李云迪家 难道该女子是李云迪的新女友 据了解 李云迪去年9月分手 与各大女友田妃分手 如今 这名神秘女子究竟是和身份的 梁朝伟刘嘉玲合体现身 亲密拥抱秀恩爱 2017年4月10日训 上海 10日晚 2017秋冬上海时装周 明星观秀 刘嘉玲与老公梁朝伟现身 梁朝伟和刘嘉玲一同现身 刘嘉玲一年兴奋 两人大撒狗粮人民的名义 整剧就他被网友骂惨 扮演者赶紧换台核心提示 有网友认为 这部剧中正胜利的角色意义不大 戏分太多 宣宾夺主 网友称看到他出现就快进 所以他改名正前其实不准确 应该改名正快进 看本本回复道 我就这么厉害吗 反腐大戏人民的名义热播 一大波老戏鼓标 戏让观众直呼过眼 但是在剧中饰演正西坡儿子正胜利 前个演员看本本却引发争议 许多网友在看本本的 微博下留言称他演技 太差还无端加戏 堪称本剧最大的败笔 甚至有人把他和吐槽 大会的策划人李蛋搞混 让李蛋无辜躺枪 面对众多网友的批评 演员看本本4月10日发布微博回应 因为艺术上的不成熟 所以表演差距台词生硬 对恶心到99%的观众 表示歉意 有网友认为 这部剧中正胜利的角色意义不大 戏份太多 宣兵夺主 网友称看到他出现就快进 所以他改名正前其实不准 却应该改名正快进 看本本回复道我就这么利用吗 面对众多网友的批评 看本本也玩起了户队 建议网友赶紧换台 有网友甚至把他和吐槽大会的策划人李蛋搞混了 甚至去李蛋的微博下吐槽 人民的名义这部电视剧 最大的败笔就是你 无辜躺枪的李蛋 不得不晒出了自己和正胜利的对比照 发微博 你能不能好好演 其实两个人还是有区别的 比如一个人有眼睛 另一个依次有眼睛 4月10日 看本本在微博上正式回应 表示没想到饰演的这么一个小角色 引来这么多的马生 因为艺术上的不成熟 所以表演差践台词生硬 对恶心到99%的观众 表示歉意 看本本在微博中也 向李蛋表达了歉意 并且狠狠地自黑了一把 看本本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导演戏 现就职于长春话剧院演员剧团 上游新闻注意到 正胜利的扮演者看本本 还是人民的名义B组的导演 喂 什么正胜利的戏份会这么多呢 导演李璐在接受采访时曾表示 电视剧里年轻人那条线 是特意为年轻人安排的 为了吸引年轻的观众 加了一些情感戏和时尚元素 以及当今年轻人的一些话题 对此 网友直呼 导演 您一定对我们年轻人有什么误解 我们并不需要感情戏 真的不需要 我们只想看达康书记对人日常网恋情曝光 李云迪夜会神秘女子 并一同回家过夜李云迪与神秘女子近日 有星探拍到钢琴王子 李云迪夜会神秘女子 李云迪携该女子酒吧与友人欢聚之后 一同回到家中 据了解 该女子当天从未离开李云迪家 难道该女子是李云迪的新女友 据了解 李云迪去年九月分手 与各大女友田妃分手 如今 这名神秘女子究竟是何身份呢